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对于女人来说 最大的女人是非常命好的 这种面向的女人能说会道 聪明睿智 情商非常高 有着很好的人际关系 在生活中朋友比较多 并且他们很中义气 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以援手 同样也能够得到朋友的帮助 所以生活和事业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 另外 最大的女人虽然有时候说话比较直 但是并不招人讨厌 她们会用自己的真诚打动对方 收获很多真心朋友 命中有贵人相助 所以命运是非常好的 二 嘴唇有纯珠 嘴唇有纯珠的女人通常会给人一种非常有魅力的感觉 一颦一笑都很容易吸引到异性的关注 这种面向的女人颜值比较出众 气质佳 良好的形象也会给她们的发展带来很多帮助与好运 这种面向的女人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 能够嫁给比较富贵的家庭 婚后得到丈夫的关心与尊重 同时与婆家相处的也非常愉快 另外 拥有纯珠的女人生育能力比较强 一生多子多福 能够从子女身上得到很多福气 随着年纪的增长 各方面运势会越来越好 尤其到了晚年时期 不仅身体健康 身边也有儿女环绕 生活状态非常幸福 三 樱桃小嘴 拥有樱桃小嘴的女性 外在颜值很高 长得特别漂亮 感情方面向来都表现得很不错 单身的时候身边有很多追求者 且大多数都是条件和质量很棒的男性 他们可以享受到甜蜜的恋爱生活 还可以从男朋友那里得到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金钱 比如说工作上的帮助等等 与此同时 这类女人在结婚的时候会特别聪明 她们不会选择自己爱的人 而是会选择爱自己而且有权有势的人 这样一旦结婚 婚后即便她们不出去工作 也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老公会在外面打拼赚钱 她们只需要安心享受豪门阔太太的生活就足够了 而且家里面家务活也完全不需要她们打理 家里有很多佣人 不管是洗衣做饭 保姆都可以全部待老 这类女人还特别长寿 年老的时候状态也很好 四 嘴角上翘 嘴角上扬的女性是天生的乐观派 不会为了任何事情担心和烦恼 哪怕正处于艰难的处境中 她们也会保持积极的心态 然后想办法走出困境 这类女人做事很有能力和魄力 学习能力很强 对于新鲜的知识和事物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她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才华以及拼搏 不断过上理想中的生活 这类女人内心很单纯善良 从来不会存有害人之心 看到特别倒霉的人 不会做事不管 所以贵人缘以及人际关系 都是相当不错的 在贵人的提携与指点之下 很多事情都更加容易取得成功 另外 这类女子子息运势也非常旺盛 婚后可以儿女双全 还有可能拥有三个孩子 在其精心栽培之下 孩子大多能够成才 还可以做出光耀门楣的事情 纯红齿白的女人 属于天生的有福之人 从来不需要体会人世间的疾苦 她们从出生的那刻起 就注定和大多数普通人是不同的 可以说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父母非富即贵 小的时候可以享受到 优渥的生活和教育条件 还能够在爸妈的精心抚养下 健康茁壮成长 长大之后 这类女人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管想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 永远不需要为钱财的事情发愁 而且她们本身家事背景就很强大 因此在婚姻方面 自然也会嫁给门刀户对的男性 婚后可以继续保持豪门阔太太的做派 日子非常清闲自在 六 养月嘴 养月嘴的上嘴唇弯曲得像月牙一样 特别吸引人 不同的养月嘴之间主要区别在于下嘴唇的厚度 如果下嘴唇是薄型的 这种类型的女人一般是薄情 对于感情比较不认真 全凭自己的喜好来的 也很是崛起了 感情说断就断 不会留恋 但如果下嘴唇是厚型的 这种类型的女人一般很重感情 亲情 爱情 友情 在她们眼里都是很重要的 她们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种感情 会好好地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感情 这种女人就比较适合过日子 七 方形嘴 方形嘴是很常见的一种嘴型 这种嘴型牙齿遮得很严密 嘴唇红润 牙齿白净 笑起来的时候不露牙齿 有着嘴型的人绝对是个保密很严的人 你无论和她们讲什么 都不用担心会被她们说出去 她们人品很好 是很想信用的人 是值得解交的朋友 另外 她们在工作中也很有能力 能刻苦 事业发展很有前途 八 弯工口 弯工口顾名思义 就是弯曲像弓一样 嘴唇是弯曲的 唇形向上 看起来比较红润 女人有这种唇形会比较好看 也更好命 不过不管是男女 拥有这种唇形 都是非常好命的 这种唇形的人目光远大 前程四季 都能实路很好 这辈子能掌控的财富也很多 和钱非常有缘分 是非常典型的好命类型 二 女人面不好的嘴形 一 嘴角下垂 女人嘴角下垂是非常不好的面相 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比较哀怨 在生活中喜欢抱怨 并且嘴角下垂给人一种非常愁苦的感觉 即使不做什么面部表情 也总是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无法让人产生亲近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 并且嘴角下垂的女人大多情绪不稳定 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生活中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 也时常会给自己招来一些祸害 所以嘴角下垂的女人面格是非常不好的 二 上唇后下唇薄 上唇后下唇薄也是非常不好的面相 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比较负能量 在生活中喜欢说三道四 尤其喜欢在背后讨论他人的是非 很容易陷入口舌之争当中 并且上唇后下唇薄的女人嫉妒心很强 喜欢斤斤计较 为人自私自利 目光短浅 总是很看重个人利益 会为了一己私利 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种女人的感情发展非常不顺 尤其在婚后与丈夫之间的感情不合 时常会因为琐事产生矛盾 与子女的关系非常紧张 可能会陷入孤苦无依的状态当中 所以对于女人来说 上唇后下唇薄是非常不好的面相 三 大嘴巴 嘴巴大的女人通常喜欢在背后说三道四 讨论别人的是非 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心直口快 虽然心里没有恶意 但是会因为自己言辞不当得罪人 在生活中非常照人讨厌 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相处交往 并且嘴巴大的女人给人一种比较庸俗的感觉 欲信源极差 在感情发展的过程中很是不顺 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坎坷与阻碍 这种面相的女人在工作当中 时常会遭到一些小人暗算 事业发展非常艰难 另外 他们的健康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尤其到了中年时期 患有重大疾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平时生活中 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